- 保單審閱期放棄沒關係 這個誤會大了 上禮拜法王接到粉絲的訊息 問法王說 保險業務員在向他招攬保險的時候 他想要把保單帶回去審閱 業務員告訴他 保單要帶回去審閱可以 但是審閱期間是沒有保障的喔 不如呢 你現在簽下一個 放棄審閱期聲明書 保險的保障馬上開始 反正簽了保險契約之後 還有10天的契約撤銷期 等於你還有10天的審閱期可以審閱 效果是一樣的 粉絲問法王 保險業務員這樣子的說法 是不是正確的呢 法王告訴你 這個誤會大了 保單的審閱期和保單的撤銷期 其實是不一樣的 哪裡不一樣 總共有4點不一樣 第一個 它的法律依據不一樣 保單審閱期是 消費者保護法 明文給消費者的保障 我們的消費者保護法規定 保單必須要提供給消費者 至少3天以上的期間去審閱 這個是法律明文規定的 但是保單的撤銷期 雖然現在實務上的做法有10天 但是你找不到任何的法律依據 也就是說這10天的撤銷期是 是契約自己約定的 保險公司可以隨時的更改 隨時的變動 第二點不同 是它的保護的效果不同 如果在審閱期間發現這個商品不適合自己 不需要跟保險公司表示你不想買了 什麼動作都不用做 保單就不會生效 你也不會受到拘束 但是在保險契約的撤銷期裡面 如果你發現了保單不適合自己 必須要去向保險公司做一個撤銷的動作 保單才會失效 如果10天的撤銷期間過了 你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保單就會生效 如果事後你再發現 這個保險契約不適合自己 你後悔也來不及 你必須要受到保單的拘束 第三個 法律效果不一樣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 如果保險公司沒有提供給消費者審閱期 消費者可以主張 沒有提供審閱的保單條款無效 但是除了這些沒有審閱的保單條款無效之外 保險契約還是有效 消費者依然可以享受保險的保障 但是撤銷期間 如果說消費者行使撤銷權 保單就整個失效 就如同消費者沒有訂立保險契約的狀態 因此行使撤銷權 消費者沒有任何的保障 第四個不同 是放棄權利的方式不同 審閱期是消費者保護法 明明白白規定的權利 因此沒有人可以隨意的剝奪 除非消費者自己用書寫的方式表示自己要放棄 資訊上面保險契約的審閱期顯然是 大於保險契約的撤銷期的 這樣子大家聽懂了嗎 這個誤會大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這邊再見囉 реб TV